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在肩上国中棒球队大哥哥的陪伴下 打起了乐乐棒球 虽然顶着大太阳 但是挡不住小朋友玩球的热情 这一场我们都好棒 生长与一般儿童的共融活动 是新北市英哥中小学家长会长协会 在111年英哥参与市预算中提案获得经费 在今年暑假正式启动 树定区长洪丛莲以及新北市一位洪家军也都到场关心 并且为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洪丛莲表示透过参与市预算 举办让身心脏小朋友和一般小朋友都能够一起玩的共融活动 让预算的使用更多元也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不只只有公园是共融 难题也是共融 我们把一些比较需要照顾或者特殊状况的小朋友 跟我们正常的小朋友在一起 让你觉得是说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一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参与市预算的典范 当然这个值得开头 再来我们还是会配合团体家长甚至名利代表的希望 希望说让这个预算能正正的做到大家要的方向 而不是政府要的方向 洪家军议员说这个提案是去年的第一高票 显见民众对于这类活动的需求 尤其结合台湾相当多人喜爱的棒垒球 让每一个人就算是身体不方便 搭配专用的球场也能够享受到打球运动的乐趣 这个案子后来在当地拿到的是第一名 就是由民众选出来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是执行的一个现场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个不认是家长 还有各界也都过来关心 也了解就是说原来这样的一个共荣式的一个活动 尤其是国人最爱的这样的一个国球棒垒球 在我们孩子这边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效益 那我想一点一滴都是累积很多很棒的一个能量 那当然对于我们这样棒垒球 也让更多的身上朋友 有机会透过运动平权来去做这样一个实践 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继续keep going 让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论是参与式预算或者是身上的相关运动 能够继续推动下去 家有自闭儿的家长杨金凤表示 感谢主办单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 他的小孩从一开始的紧张害羞 到渐渐和其他小朋友们完成一片 透过共融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能够彼此理解 同理他人 创造平等参与的环境 这次协会帮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身上的小朋友 他有分私企与障碍 跟那个心智方面的障碍 有些特别是心智方面的障碍的话 那个外人是通常是普通人 通常是看不分辨不出来的 所以他这边 协会这边办这个活动的话 让我们小朋友有那个共同参与的 那个分享的那个活动心得 这是非常好的 如果是堂堂举办这种活动 让那个一般的小朋友 可以知道他们这种身心尚爱 小朋友的需求 然后在那个共同活动的时候 有那个包容心 同理心 这样子的话 就是让我们的那个身上小朋友 有那个信心 可以有勇气 可以堂堂走出来 堂堂参加这个活动 这次活动所在的鹿角溪多帐别棒磊球场 是全国首座身杖专用球场 当初是由中华民国身杖棒磊球协会 以及新北市医院洪家军争取下设置 提供安全的运动场域 给对棒磊球有兴趣的身杖朋友 带动正面的身心发展 记者赵氏院新北采访报道